數位領域的貿易 那東南亞的電商都是中國的 是啊 對不對 我們隨便講嘛 清潔能源 那新疆來的太陽能模組你要不要買 美國還對三個國家豁免 都是東南亞國家 那基礎設施 美國有包商嗎 都沒有 建築包商美國是零啊 前20大是美國是零 反貪污 你知道東南亞國家反貪污 你在開什麼玩笑 充滿了矛盾 稅收 稅收他要對跨物公司徵基本稅 對 這個跟人家要招商的目的是相反的 所以這樣所有談開來的話 你就發現他每一點其實都有充滿矛盾之點 這裡面最後的安排很好安排 我跟你講你不要看你以為美國談判高手 美國人不會談 這裡面東協都是報議談判高手 很簡單 最後就弄一篇文章 因為東協已經料化了 東協說我們希望這個結果是有彈性的 那你到時候這個文件出來通通是彈性 你不像談關稅 談稅你是5%降到3% 對 那個是非常rigid的 非常僵固的 你要保持彈性 而且你這個本來就是社會條款的話 你很難量化來處理的時候 當然有些時候可以量化 它叫你一個保持彈性 你這個整個的法律工具 就建立在一個沙灘上 對 是沒有什麼成效的 現在除了這個IPAF我們現在提到 以外呢還包括像 看到美國最近真的是動作頻頻 為了抗衡這個所羅門群島 跟中國大陸簽訂安全協議 拜登政府也宣布 要在9月28和29號這兩天呢 舉辦第一屆的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 邀請了包括所羅門群島在內的12個太平洋的島國參加 聲明當中是表示呢 峰會要反映美國跟太平洋島國在氣候 疫情經濟復甦海上安全環境保護等等 等等的關鍵問題上深化合作 簡單的請問一下郭委員 現在亡羊補牢來得及嗎 美國確實有一些議題是幫了上忙 比如說氣候變遷 人家有海水淹沒的問題 疫苗 疫苗美國當然幫了上忙 對不對 經濟復甦就比較長期了 說實在 就是這幾個國家為什麼貿易 除了匪跡之外 為什麼第一道貿易國都變成中國 索羅門本來也不是中國 就這幾年就暴增 那這個就是美國自己要 坦白講現在目前美國還掌握得住 除了索羅門跟吉里巴斯 可是就是你必須把它長期化 就澳大利亞美國你好歹幫幫人家經濟吧 比如說金匠魚的加工基地 這個地方上世界的四分之一 那漁業的加工基地 你也幫人家蓋一下吧 然後還有農業的升級 農耕隊 農耕隊我看他們做不到 所以必須要長期 可是難道不會五分鐘熱度嗎 依照慣例 非常有可能 是不是 因為這個看起來就是拜登在做秀 對 不過因為美國這個地方真的是很窮的地方 而且是世界的邊緣 如果不是中國的力量進來誰會看到 誰會看到